在这里我会继续示范在Desmo里面的简单的MC制作 首先呢,也是Login了,先用feature account login 在Customs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版面 右上角有New Activities这个键 我准备写三条MC question 第一条,我们首先加一个Graph 加一个Graph的做法,可以加一个Graph 在Sketch里面再选择,究竟是Editable的Graph 还是Blank,还是Image 在这里我选择一个Editable的Graph 再按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加一个Graph 或者其他的Object 比如说,我想简单一点,只是写一个Point 3,4,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Point 可以Label,即是可以显示它的Coordinate 或者你可以给它一个名字 OK,这里我们用它,就是3,4的Coordinate 好了,当你close了Done之后 你又看到Graph 就是只有图 看不到的Equation 我们再继续加一个Notes 就开始写我们的Question 加了Notes之后 这里就可以开始写Question 我们可以用MathExpresses 如果你想写得漂亮一点的话 OK,那我们下面再给一个Choice 所以我们可以按这个Choice 这个Box 开始 给一些选择 OK,我给几个Equations 我每次都可以用MathExpresses 这个部分 可以input 一些MathExpresses 如果你不只是打Text 的话 如此类推 可以 圈工具 可以评定一些 甚至小类推 الت 例如2分1 太止 就可以继续打x-3 加C 再打更多 Y,w,就是 1 over 2 x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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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現在可以選擇一個簡單的 MC 所以只有一個對答案 比如我們選擇 這個,這個對答案 先看看 Preview Prevue顯示效果就是這樣 學生會選擇一個 合案 留意右邊的圖是可以畫的 所以學生可以畫一些線 或者加一些符號 我們可以利用這部分 回到Question 要求學生 回答完之後 再試一下 把Graph畫出來 看看有沒有Sketch到這個Graph 這是第一題 再看一個效果 我再加了一句Sketch Deadline 希望可以畫一條線給你們看 另外第二題 我試一下 這次不用圖 只問一個問題 比如說 我再加一個Node 即是在空位上 可以打你的Question 那這次的Question 就叫做解幅圖 OK 打到Math Expression 做到用了 OK 3x plus 4y equals 1, equals 10 OK,那這個就是question 下面我們給了一個choice 可以再選擇choice box 這次也是enter一些choice 但這次我就不是打Expressions 我是給了一個graph 所以每一個option都可以一個graph 或者image image就是你自己上載一些image 不然就像這個case一樣 我們就可以直接畫一個graph 這個graph就是3x plus 4y OK,那這個就是一個答案 我們按Done 可以看到答案是一個graph 如此類推,我們可以繼續給第二個option 那這個就是第二個graph 第三個add an option 我們再加一個graph 然後再去第四個 那這裡已經有四個graph 第一個是對的,我先選擇了它 那我也是simple choice 所以我選擇simple 我先試一下一下 我先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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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review 看得清楚一點 這個就是preview 那學生看到的時候 他就會選擇 setRMX加4.50 哪一個的equation 他會這樣選擇 就是這樣選擇 就是這樣選擇了 那如果 in case 你發覺 打錯了一個graph 或者想改的話 可以按下去再 edit 那你在這裡 就可以直接 將它改了 那這裡 那這裡呢 這幅圖就已經不同了 OK 好了 第三個例子 那我們就用回 sketch 不過就是 upload一個picture 那我用這個mc 做示範 這個就是public exam 用過的mc 那我會把這幅圖 然後呢 就是screen cap了它 先 那我直接放進去 就可以不用打個question了 我只是打個answer 給你們選擇的 那我已經screen cap了這一部分了 已經 好了 那我們選擇 sketch的時候 呢 在background 這次呢 我們選擇custom image 那就可以upload 我們的screen cap 剛剛的instagram 卡了這個 選擇 那我直接upload了 那我連了個question 當然你可以只要圖 不要question 在旁邊再打一個question 那我這次呢 就加上個question 進去 那在旁邊呢 就給它一個choice 那我留意 那這裡只有一個choice 其實question已經在右邊 在圖那裡了 那我給什麼choice呢 那我想問的就是 它怎樣比較的slope 那我modify了question 那我只是每次問兩個slope 那第一個呢 就是m1 和m2 那我介紹呢 就是打回math expression 那留意呢 我打m1的時候呢 打完m之後呢 直接打1 那你發覺呢 它會懂得 interpret它是m 然後subscribe 那1是subscribe 就是m2 我可以在鍵盤上直接打m2 但是它已經可以讀到 它是m12 那我就繼續打下去 用math expression 第三個 第四個 好 那這些提數裡面呢 剛剛好呢 就是只有一個option 是對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對了 m2是大過m3 那我們這個呢 就是the simple choice 好 那當你選擇preview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那學生呢 只是選擇其中一個而已 那當然呢 不要記得就是 右邊那個幅圖呢 它一樣是可以畫的 如果你加一些問題 如果上高畫呢 其實它都可以 在圖上 都可以給到一些 indication 另外呢 就是最後呢 想看看 這個choice 那裡呢 你可以選擇explain的 explain的意思 就是說呢 學生選擇完option之後呢 會試一下解釋 它為什麼會選這個 那你也可以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些東西 可以寫到給你了 那在preview 你會看到呢 當你選擇了option之後呢 那個box就會走出來 讓學生去input 那另外呢 它的答案呢 是share with the class 那我一示範一下 我會打m2 is positive OK 那當它嘗試解釋 就可以share with the class 那如果其他同學都有 一些的explanation 那它就會見到 其他一些同學的explanation responses在那裡了 好了 我們回到後來看看 這個show classmate responses 也都可以剔走的 那就變成了 它的explanation 只是實力給老師而已 那你再看看preview 那我選了這個之後呢 OK 那我超級可以打 接著我就submit to teacher 那這次呢 只是老師才看到 所以我可以回到後再 edit 如果它覺得再改回的話 那效果就是這樣 好了 那這裡我就完成了三條 那接著我出回去 publish這個test 都好